一个美女姐姐在超打点兔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这么崩溃 其实都是蜡笔小新干的 北漫儿带你来看看吧 有人在暗处注视着新总淘气小分队 去谁家谁家就倒霉 还好他们的头新总不在 打开了门准备迎接小孩们 蜡笔小新用自己独特方式和妮妮的妈妈打招呼 这家拐退了 不知道小新又出什么损招了 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了 只能拿草莓糊弄这群淘气包子 几个小孩开心的拿过自己的草莓 这也不对一件事啊 你玩里咋那么多呢 我也没挑啊 就是随便拿的 你们也知道 小新是一点不在吃亏的 一俩三四五 你这一共五个 我这一共才四个 你都傻呀 你不也是五个吗 小新把草莓这么一拿 你别说我还真是四个 其他小朋友也不乐意了 才发现自己的野少 你小孩气得凹哭啊 你你没着玩了 去管妈妈要草莓 妈妈也能多给咱们几个吗 要不是小新发现 其他人也不知道 妈妈脸色突然变得吓人起来 后退了两步 打开了厨具里的小兔子 难道她要揍小新 这时候小新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不如把草莓弄成形状一样的 你你你也真是听话 让妈妈给草莓弄成一样的 然后你你妈开始暴走 看不得逗小新一顿 简直是太多了 也没招 只要拿着十字凉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计算着 小孩们也等着干着急 几个世纪后 终于把草莓弄好了 你跟付我还真的差不多一样 小新是啥要求都没有了 郑男突然有要求的 草莓那得占上点牛奶 牛奶要七分熟 这牛还得喝鱼露长大的 然后再放点白糖 几个人都听傻了 这哪个草莓呀 这人生都不至于这样吧 哦对了 把草莓碾碎后 笑我更僵 这三个小朋友突然举起手 都想试试郑男的吃法 就此时妮妮妈心里也有面子 好不容易给你分成大小一样的 现在还有眼碎吃 只能硬着头皮打影 小孩来一个急跑 把妮妮妈要先演 过了一会儿 材料终于齐全了 几个孩子准备开始品牆跑呗 但是他们又有要求了 这郑男拿着勺子 切头发都没了 头发给咋子了 我说老郑呢 扔一个勺子 咱们至于气喘吞吞吞吞吞吞的嘛 小男说了 我对草莓要求粉刀 必须要这种勺才行 因为只有它可以黏碎草莓 你妈已经忍无可忍了 搬成草棍 就找那种带颗粒的勺子 气得自己要哭哭啊 小孩也是等了很久 终于等不下去了 干脆开始吃吧 阿呆往草莓上撒撒盐 说这样草莓能更便宜 郑男也忍不住了 打算用正常勺子 黏碎草莓 其他的几个人也嘴大溜 就是冬一处的戏一下的 牛奶弄的哪儿都是 中间拿着灯笼 一下草莓掉了小新口中 小新是干啥啥不行 但便宜低迷啊 这你这样肥还要呢 你一一等金的脑 快等人家了 你一一妈终于发现了救命到头 专门粘试草莓的勺子 你中彩票就高兴 开心的拿勺子过来了 可是 做得到的那是惨不忍睹啊 勺子也白找了 既然去别人家做客 聊走礼望 少给主人全名的 分明你我他 按小鬼背靠到家 鸡俩送客 冠运走好